日前爆出黑工爭議的中州客大 因為財務狀況不佳 已經停辦 教育部今天公告 中州客大的校產以及校地 由內政部來承接 規劃為替代以全民防衛 以及保二總隊機動中隊的場域 來使用 教育部表示 彰化中州客大停辦之後 依照退場條例的規定 剩餘的校產需要歸功 經過行政院會議的決議 由內政部來承接 全校六萬多平方公尺的校地 還有十二棟的建築物 總價值約二十三點六億元 全數過戶給內政部 成為校產 轉移到中央機關的首例